颱風天安北市一連兩天停班停課 陳耀遜蛋黃酥仍然照常營業 民眾貿雨排隊來取貨 因為預訂的蛋黃酥取貨日 碰上颱風來襲 詢問業者訂單 卻不允許取消或是更改 不少人就怕錯過取貨時間 趕緊拖有人來領 有民眾一拿到貿雨打開後車箱 直接分裝起蛋黃酥 實在很不方便 事實上店家二三號 就在社群宣布取貨適宜 颱風天無法到場取餐的顧客 將會將商品常溫保存到隔天四點前取貨 也強調如果人未取貨 視同放棄 不提供退款 事後提供同等價位 麵包商品作為替代 想說今天有沒有可能是昨天 有人沒有要然後有沒有機會 但沒有的話就是來買麵包 跟他有千層蛋塔也很有名 業者不甩強臺 連兩天正常供取貨 不少人怒嗆根本是仗著名氣 強迫客人冒險取貨 另外消防官也接獲投訴 認為業者應該要提供消費者 選擇在颱風離開之後 再前往取貨的選項 這回蛋黃租民店 具改單配套措施實在不夠嚴禁 三新聞 中文報導 小博士2 bo4 前螃蟲